這裡面已經包含了 照剛才講的 就是說你將來去做個案的 不管是限開或是探討的時候 其他相關的這些監管獨棄的法規 它在裡面都可以去做探討 就是說不會在這裡面說沒有寫兩個字 栽主 這也是剛才我聽文化學講的這個意思 我想這應該都OK吧 就是說要具細民意 可能剛才副局長講的對 那就不是原則了 未來有它的這些細部的這個實行計畫 可以去允許 好不好 來 其他委員還沒意見 來這 這個有幾個地方是寫那個 市捷景觀軸線 可不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景觀市捷軸線 這個就要修正好不好 景觀市捷軸線 其他委員還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些相關的個案的問題 我想就是個案再來寫 這樣的一個原則 如果沒有他的認證 乾脫不出 我們今天就跟他確認過 好不好 好 好 可以嗎 接下來是 有沒有臨時總議 有一個沒有在議程 報告書裡面有一個 中正區衡陽路106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請請 forme氏 你有 Annie 委員都拿到資料了嗎 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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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委員桌上,那我們就提及報告 好,那就先報告 陳漾武橫陽路106號文化之查價值審查案 本案土地墮落於中正區城中段小段597等無比地號 然後土地跟建物所有權人為信盪水泥 本案是本市建築師工會建造執照協審會辦後發現是本局列車建物 所以我們在6月1號辦理列車建物的會刊 會刊結論是委員一致同意要繼續列車 所以我們依文資法啟動審查程序 在7月21號辦理文化資產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共有市會委員出席 那本市會刊的結論是經過委員充分討論 認為內部的建物已經經過改建非原貌 那請建築師規劃立面保存方案後提送本市文資會審議 專案小組的意見主要如下 那就是市內已經經過改建品質未達文化資產價值 那立面的部分也有色彩和更動還有局部受損 但大致上能維持101年跟2020年代街物的面貌 那另外考量本建物實際情況包含農機已經用滿 還有跟領防合建跟施工的難度等 所以建議解除列管但建議業主或建築師要提出立面保存意向方案 公大會說明那這是現場的情況 立面部分已經被期為黑色就是非原來的色彩 這是後面的部分因為這是後面還有一樓的內部已經改建為餐廳 那這是二樓上二樓也是二樓也是租為工作室使用 那三樓的部分還可以看到原有建物的結構 你辦 本案擬依7月21號文化資產專案小組會刊的建議 不指定古蹟不登入歷史建築 但必須提出立面保存方案 經本委員會有同意後才可以解除列管 那保存方案部分有提出書面意見在那個書面的最後一頁是 所有權能提出的保存方案 然後另外也有請他們今天來說明今天的提供書圖 提醒委員會討論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長官 我是新大水泥股片核心公司楊蓋黎總經理 那我今天代表本公司來參與這個會議 那這個案子從原起是這個本建物因為時間蠻久的 那多年前他這個右手邊這棟大樓有改建的時候 也造成我們大樓有部分的傾倒 那後經這個勉強的修復呢 經過這幾年來地震各方面這個逢雨必煙漏水 而且加上這個我們跟這個左邊這一戶的 又是共用這個林壁 所以他漏水也會漏到我們這邊來 那後來因為在左手邊又有一棟大樓 這個三位鄉左手邊這棟大樓 他最近決定要已經申請建造要拆除改建 所以呢 我們跟這個隔壁這個三位鄉的地主很緊張 很怕說他到時候拆掉了 因為我們這個地質屬於比較鬆軟的地步 他那個地下是一開挖 我們可能就整個就沒有辦法維護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一起能夠改建 那後來送出建造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是剛出我們市政府這邊有列冊 其實這個房子呢 在我們這邊呢 是我們這個新大水零集團我的祖父 也是我們集團創辦人的僱局 我們小時候也都在這裡住過 那之前也會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實在是因為安全性的考量 我們覺得應該要把它做一個更新 那經過剛好也有這次的機會 讓這些文主委員覺得說 我們這個東西其實是滿有它的價值的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這個 那我看剛剛的報告說 也覺得這個它裡面的結構各方面 也其實沒有什麼保存 那結論是這個立面它有一定的價值 那所以呢我們也希望能夠 怎麼講 站在這個立場 我們希望說 我們能夠提出一個相對的保存方案 那就是說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這個立面呢 完整的保存下來 怎麼保存呢 把它移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在位於本公司 位於蘇澳新站對面的這個水泥場的大門口 那我們可以把它做這個 做成一個紀念花園的形式 把它留在那邊 那也請這個 我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的典故或者是什麼 那包括它是屬於我們創辦人的這個僱居 這個東西呢 到時候如果放在我們工廠裡面 那其實這個可以給我們的企業員工 可以留一個紀念 給我們的家族成員留個紀念 那它也同時也因為是在這個蘇澳新站對面 那其實這個幾乎是這個各國的流客 來往花東的必經之地 那到時候也許能夠這個 能夠讓我們這個其他人經過 看它是什麼東西呢 我想這是我們企業對於保留這個有歷史性的東西 然後甚至對我們家族有紀念性的東西 一個很好的保存方式 讓它可以保存更長的時間 而它在原處的話可能 如果要勉強的保存的話可能 我覺得在工程上好像會有實質上的困難 那然後其他的我請這個我們建築師補充 今天第一個應該是不登錄歷史建築 那第二個就是說 立面的保存方案 可能要請這個大事人再提出來 可能立面的保存方案 現在這些構想可能都不在這個今天做缺人範圍之內 除非你今天想增額委員大開的一個建議 所以你像剛才說你要移到蘇澳去 那這個大開建議會不會可行 像類似這樣也許是 要不然的話你可能要另外提一個立面的保存方案 再經過我們會同意過它才會解除烈光 所以說今天大概也沒有提立面保存方案 今天有提嗎 他就是要搬到蘇澳去 我知道今天沒有提立面保存方案 是今天要審的立面保存方案 原則上那個要看委員同不同意他搬到蘇澳去 今天只是確認說他不登錄歷史建築嗎 其實報告主席他應該是這樣 那委員是希望他提一個立面保存方案後才會同意他 不列測 對啊 但是今天是確認不登錄歷史建築嗎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不列測要有這個立面保存方案 那個已經不是今天能夠確定的嗎 呃 如果今天 當然 單原則上 今天也可以 他證得說到蘇澳去就可以確定 對 如果今天能夠老師同意他就可以確定 蔡文言 對 他也有去看過 是 是這樣子 這個有兩次現場會看 那我是第一次有去 然後第二次因為事情有辦法參加 那我的看法是剛剛談這個事情 應該是 因為我從書面讀出來是說 所有人他們應該把那裏面保留 那這裡就現在一個問題 如果 不是歷史建築的話 他保留怎麼表呢 事實上 文化局或文字會是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那他其實搬到西伯利亞也沒有辦法處理 那我覺得這一點我覺得是 應該是一個重大的儀秀了 那個 我個人的看法是 國外特區裡面的衡陽路跟重慶南路是當年 我們小時候 這個進城 如果不是看電影的話 書店啦 衡陽路商業區去的地方 那他的建築形式跟風格 跟迪化街是不太一樣的 迪化街大概都是專照 比較厚重 又反映出這個 當年有錢的商家在那邊 在淡河岸的這個經營 那我們現在這個文文 台北市文化局其實 因為年代原因留下不少的 日本時代留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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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認為 除了書設是比較是 在日本的風格以外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公共建築 或者說這個 棋樓街屋 其實都是 應該都是比較是傾向西方 就名字維新以後 日本建築收到西方去學到的樣式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就這棟建築物來講 它的樣式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那個 Art Deco 那雖然現在就是塗黑了 可是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的其實那個立面 其實還非常有趣 所以我自己在想說 如果我們文字會要 想要看看台北市 日本時代留下來街屋的建築物 不管是古籍或歷史建屋的指定 應該要比較有普遍性 那尤其是橫陽路現在這個整個街的歷史風貌 已經是接近瓦解的狀態 大家都知道在那個 全翔對面那棟建築物 事實上是把當年一整片的這個街屋都拆掉了 蓋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那它在一到三樓也有 也有歷史建築的樣式 可是那個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假的 因為就是重新做一間 看來是像是歷史建屋的建築的狀況 那我想我只是因為有參加這個 會看我表達我自己的一些意見 我認為台北市的街屋 當然不用講這個後面、屋頂、樓板 這些都是年代已久已經破壞了 那街屋的歷史價值 包括貴公司創賣當年在這邊的話 其實是它那個棋樓跟表面的皮層 因為那個絕對是 除了所有人他們可以指認的過去的居住空間以外 也是市民可以辨識的一個都市的風貌 那所以我這樣講 其實我當然個人是蠻希望說 這樣一個理念跟棋樓這部分的皮層 可以原地保留 那當然我也了解這個是一個挑戰 可是這樣的例子其實 你沒有去試實上你也 我覺得這樣的例子也是有 所以我覺得值得試一下 謝謝各位 好 起來我原來必定 王俊勳老師跟畢老師 走走 當然請 可以 那一件已經有寫在那個會議紀錄上面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裡提 我想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上次先看到今天 其實沒有幾天 所以說大概時間上也是有點來不及說 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 那所以我想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說有個更具體的方案 這樣子大家比較多的討論 報告我們其實今天有準備一些 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案 不知道各位也可不可以讓我們報告一下 這個機會 可以嗎 大家還有時間嗎 各位委員 要不要提點 好 那就我們幫一下 各位委員好 我是建築師事務所的同事 那這個方案的部分 其實有三個 可以幫我回到 再前一頁嗎 再前一頁 再前一頁 那我們提的保存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 原有立面的強體異地保存 就是像剛剛信他 楊總提的 就是把這個立面 移到他們的 宜蘭的廠區 作為他們的一個象徵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在 新的建築物的立面 會延續 這個建築物原本 他的一些 與會 融入到我們新的建築立面內 那這是我們提的第一個方案 那麻煩再幫我 那這可能是 移到新的廠區的做法 可能是一個 原有建築立面 然後做成一個大門的造型 那也可能會是 在廠區內的公園的地景元素的景觀 那第三個就是 作為新大水泥文化館的一個建築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分析 很快的分析出原來的建築立面的一些與會 那在未來的設計當中 會把這些與會融入到新的建築立面之內 那其他保存方式 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 就是剛剛委員提的 原有 原有立面限低保存 那與新的建築物結合 那第二個就是 建築物的車會保存 那 我說明一下原有 原有的立面保存的話 因為我們的面寬很窄 那到時候施工的狀況 我們的施工動線其實寬度也不足 那原有的牆體 它會被 暫時的拆除到移到別的地方 那等到建築物完成之後 它再回到原來的位置 那這個 移動的過程可能會造成 這個原有立面的崩壞的風險 下一頁謝謝 那第二個原因是 我們其實 立面的面寬是兩個 建築物 那這次被列車保存的只有一個 一個區塊而已 那所以 如果是 要保存原有立面的話 那其樓落足的部分 會影響到我們基地面寬 那也會不利於車輛的進出 那第三點 是 我們如果把原有的立面保存在 現地的話 那是比 在 樓上層的建築物 是必要做一部分的退縮 那對於本案 我們的那個 容積 可能會無法用完 因為這個建築物高度比的關係 那下一點 下一點就是 關於在這個結構的附近 已經 其實已經 只剩我們這一棟是 古典立面 那 旁邊也是有陸續續要 拆除 刑件的部分 那對整體的 街道景觀 可能 沒有這麼 沒有那麼大的幫助 下一頁 謝謝 那第二個 那個保存方式 就是 就是以文獻的方式 我們會做撤繪 那還有一些照片 模型 那留下一些紀錄 那以上就是我們提的方案 那我們還是希望是以最A案為主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就一並討論好了 好吧 來 我只是要回應一下剛剛的報告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最後一點是個重點 就是 現在放眼看去環朗路 該拆都拆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我們的態度是 到底就是讓它全部拆完呢 還是說 在 現有的建築物裡面 當然我想包括所有權人 就是 一個是價值 一個是就是說 站在文化資產保存立場上 能不能取得一個平衡點 這是我的立場 好 其他委員 我想這個案子 一個專案小組 他的任務是說 要不要氣息列管 建築列管 建築列管 那三個委員呢 都寫著繼續在列管 可是這個 我們這個主持人 學藝也這個 當時說 解除列管 其實那個時候只是這樣建議 我不曉得 是什麼原因 請原來的前附座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沒有說要解除列管 這裡有 那大概去提的是 去看的老師 去看主要是內部空間 大概沒有到歷史建築的價值 那現在就是要靠 立面的部分 要怎麼保存 那可能不是解除列管問題 那實際上的問題是 如果內部的空間不保存 它現在只求立面的保存 其實我們考慮的是 那你大概也沒有容積的問題 就是說大概 它也不是那個保存區 所以它容積也不會 因為它有歷史建築 就可以移啊 所以它這邊要討論的 就是怎麼樣 如果立面 怎麼樣保存的方案 那可以讓現在的所有權人 去願意把它保留下來 這一點很重要 沒有一定要解除列管 這件事情 那他們能夠解除列管的原因 剛才他們自己去要求去報告 主要是他這個房子本身 還有旁邊都要改建 那當然如果說整體而言 所以今天送到這個大會裡面來討論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要去繼續列管 就是剛剛大概蔡老師給的意見 你好像要給他身份 他在歷史建築的裡面 才會留得下來 那其實如果要整棟給歷史建築的話 他的容積也才移得出去 是不是應該去討論這個問題 那所有權人的權益也不會損失 我想是理解一下 你看那個審議五案 這個第一 這個專案小組委員 塞藥如下第三頁 考量本建築的情況之後 等等建議解除列策 有這樣一句話 那麼後面的第二頁 這個第三頁 這個專案小組的這個意見 米委員護國他的建議是繼續列策 繼續列策 那麼王委員也是有說繼續列策 那蔡委員也是說繼續列策 不是想說這個程序方面 是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其實 我們的表達意見是一致的 是繼續列策 到第二次還有再去看 那中間有王慧君老師有繼續去 那李老師跟另外一位 就是新的 上次沒有去的 所以兩次其實是有不同的意見 對 要跟老師報告 其實兩批委員 大概裡面我都有去 還有王老師都有去 但是另外兩位 就是前後是不同的 我第二次有訊號問題 讓大家做這樣的說明 就是說他被我們列策 那第一次的委員認為繼續列策 那第二次的委員 如果我們說繼續列策 如果還有第三次 第四次我們都一直列策 對業主不公平 他會覺得我們就是在拖延贊助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決定 列策只能一次延 那我們要做決定 那我們那天去看我有到場 我是認為他是有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把他列入文化資產 包括給他古蹟 給他歷史建築物 他就會得到他應該有的優惠 但是那一天分析的結果 他渴望的優惠他都拿不到 因為他的容積根本沒有辦法用滿 他哪怕他蓋得很滿 他還游刃有餘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沒有辦法 補助人家一點那個工程上 那他如果要現場 要留這個皮像個面具 他要多花至少五百萬以上 這五百萬呢他要自己付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這個有困難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如果他自己想辦法 讓他是一個意向保存 讓他是這個皮他留在現場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 他到我們這裡來報告 我們可以同意他解除列文 但是今天就是要提出這個 至於說他把他拿到蘇澳去啊 我相信我們委員 大概都不會很欣賞這個方案 我們還是希望對都市 特別是台北市的都市市要有貢獻 所以我們認為齁 你們最好還是讓他在橫陽路上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自己都留在現場 就有兩三種方法 你們自己去選擇一種啊 能夠去說服在座的委員 好那你今天就通過了 那我是建議齁 你這個原地保存 並更訓練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 問題就是說你可能會增加工程經費 而且你看一下你要把它拿到別的地方 佔保存大樓快落成的時候再拿回來 這個當然也可以 不過這個建築師你自己要提出 這個技術如何解決 你要把它拿到另外一個地方再把它拿回來 這個我想你等一下跟人家說 那我覺得這個方案是很有魅力的 今天你會通過 你就不會列策 不過這個的話呢 就會一直拖下去 那我剛才講 其實我們文字會不習慣拖人家 就是說你一定要 你已經延了一次了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就要做決定 謝謝 好 好 其他位還可以一件 剛才應該先比先差五名提的 比如說 如果確定它不是歷史建築 那這個 它要搬到哪裡 我們文字法規範的預定 對就是 確實如果今天不是歷史建築 它要搬走 我們也沒辦法出 但是現在 現在可能要跟委員講的 就是 其實提到這個會議裡面來 當然是希望 能夠有所保留 所以如果說 不是與會 或是不是那個 那搬到別處 基本上還是解除列車 答案就是解除列車 可是如果說 現在 我們要給 那就是給哪一個範圍之內 譬如說 立面會變 登陸成那個 那做法是什麼 就說 他 如果不去 歷史建築的 文字 價值 那 立面保存可以另外規範 這樣不行 我剛剛就這樣 我也講的意思 如果不行 你怎麼去 給人家列車管 如果立面要留在原地 基本上立面要給 身份 對啊 這一定會 所以有幾種 如果說 委員覺得 立面一定要留在原地 我的建議是 立面就要給身份 那另外 與會的部分 只是附帶要求他們去做 可是 那個就不會有身份 如果是今天 那個只是建議 只是建議 那是委員會 因為經過這個程序 一個建議 所以我就說 我們今天剛才 我也贊成這個 立委員提的 我們應該要給人家一個 確定 那有法依法 那 沒法的話 我們也不能夠 無限上綱 我想這應該是 文師審議的專業精神 我們一再強調 所以我就說 回到這個 就是說 不登陸為歷史建築 這是確定的嗎 沒有沒有 今天還沒確定 包括主委 那會看意見 所以送到大會來 所以我就說 對 不登陸為歷史建築 我們應該先確定這一點 對 那這一點確定以後 才做後續的建議 這樣的話 從法令程序上 應該會比較明確 所以我剛剛 一剛開始 我就跟大家來提議 我們今天是不是先確定 這個不登陸歷史建築 這個議題嗎 那如果說 有意見的 我們再來看 怎麼處理 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先確定 這個部分 如果要登陸為歷史建築 它又是另外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請教委員就是說 這個案子發展到現在 那大家先看 到現在這樣審議 那如果說 初步的建議是 不登陸為歷史建築 那各位委員以後 反對 如果沒有反對 我們是不是先確認這一點 他到底要來吃 當然文字會是一個合一制 不過我剛剛表達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種建築它的價值 因為是建屋嘛 所以裡面 這個牆面了 屋領崩壞 其實我認為問題不大 我覺得是那個 這個棋樓跟著提成 我也講過 這個橫陽路當年 其實都是 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結屋 形式各有不同 那像這個 這個Art Deco 這個形式 也很少 其實是 其實可以顯現出 國外特區裡面 這些橫陽路 跟崇津南路 它 商業嘛 商業區它其實 比較活化 比較多樣 所以簡單回答主席問題 我個人當時主張要原地保留 這原地保留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要確認它是歷史建築 或是怎麼樣 是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那這樣情形就是剛剛我小請教 因為我們要一步步來 你不確認這個東西 一直要求後續要不要解除列管 要不要立面保存方案 我們就沒有約束力嘛 所以再做一看 來 主席 各位 剛剛也在跟有人在確認過 就是說 應該是這個要先成立 我們就可以同意它不再列管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要問委員會 今天提出的這個方案 是不是可以同意 如果不同意的話 我們當然只能繼續列管 因為它的充分必要條件 是要先進入委員會 同意 立面保存的方式 才可以輸出列管 剛才在理清就是說 你的先決條件 先決條件是這個 你是怎麼能要求人家立面保存 怎麼能夠要求他 你有什麼法令的依據去要求他的人 是不是 應該這個不是你講的說 我們這個通過就前面通過 是你要怎麼去要求他 如果歷史建物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能夠列出來 那像剛才蔡委員就明確提出來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具體的意義的話 那是不是就把它登入歷史建築 委員應該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對 那就是說你有的依據 那你就來要求下一個階段 那怎麼保存他的這個立面 那現在你前面沒有依據 所以我說我們知道還要先討論 那現在蔡委員已經明確提出來 是不是就建議把它登入為歷史建物 這是一個建築 這是一個方案嗎 那經過這個會刊 它又是另外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今天在委員會 現在夠人數嗎 夠人數嗎 好 那就是說我們今天委員會 那是不是要做一個決議 也就是說到底要不要登入為歷史建築 或其他的方案 來做到後續的立面保存的要求依據 應該是這樣講的 我們這個文字文會審查 它一定有一個依據嘛 有法依法對不對 那沒有法就不能夠強加限制 應該是這樣講的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依據 因為最後這一句好像說文藝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們一般講說要列管 是因為它潛在potentially 它有這個文字的價值 所以才列管 那既然你不指定也不登歷史登錄 已經confirm 就是它沒有這個價值了 那就要解除列管 可是你又要附帶一個條件 所以要提出保存立面 那這樣就好像文藝上比較不是那麼周圓 對啦 我們應該先把違虛拿掉 違虛那句話拿掉 就是要不要登入 不只令古記 不都登入歷史 所以就有兩個選擇 你如果覺得立面很重要 我們現在很多的這個審查案 最後只能說用建議 而不用說強制 那你如果沒有文字的身份 你要求人家只能說建議 只能說建議 只能說這個有價值 以後人家改建的時候 你說 因為既然這個第二次的莊愛小組 已經覺得 它的容積力什麼都已經用光了 都已經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餘地了 那我們就不只定古記 不能立即 那就free了 就解除了 就沒有這個 解除以後就提建議 只能說建議而已 後續的建 你要改建以後 這個很有價值 因為像那個王委員所說的 是現代建築 現代主義的建築 我們蔡委員講說Art Deco 那就在日記時代 1920年代 在陳中期裡面 的確是有很多建築 是有Art Deco 這個議會 那這個如果是他覺得是這樣 那只能說建議 那不能說以這個來做條件 是這樣 在華麗的智慶裡面是這樣 其他委員還是會 大家好 就是為什麼會 大家看起來會覺得 於法來講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我們常常說情理法 那法當然是一切這個依法 事先決定他到底是不是歷史建築 或者5G然後再來談下面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對這個案子來講 我們其實會希望說怎麼樣 是對他最好 如果說今天因為保存立面 然後有歷史建築 所以他可以有一些法定上 可以去幫他解決容積或其他問題的話 那他可能就登入歷史建築比較好 那如果說今天也可以有一個保存立面的方案 那就是由業主在那邊提出來 然後呢 我們即使不登入歷史建築 但是也能夠保存下來 對這個都市景觀是比較好 然後他不必 因為登入歷史建築 他可能多多少少還就會受到一些時間 就比方他登入之後 他可能要做一些調查研究 在研究會有一些時間上的影響 那反而是不要登入 但是直接來提出這個保存方案 然後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的話 我們也不一定要登入 所以才會有類似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決議啦 所以當然理論上剛剛的大家講的都對 可是呢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怎麼樣對業主單位 還有對我們希望台北市這種歷史景觀能夠保存 兩邊雙贏的角度來看的話 到底哪一個最好 可能我們可以站在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見得一定是說 因為今天如果叫大家馬上從法決定說 他到底要不要登入歷史建築的話 其實也是不是那麼容易做這個抉擇啦 一方面又覺得他有價值 一方面又不想要影響到所有者的權益 是這樣子的 所以會有分見這樣子的一個決議 好 如果這樣的話 剛才這個李委員提到了A案 大家可不可以正宗接受 那請當事人能夠承諾 這可能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共識 就A案這樣子可以嗎 那可是當事人承諾了以後 那我們就透過府內機關 從監管單位來做某種條件 某種程度的這樣約束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好 那我們就請這個當事人 以這個A案為一個未來發展的方向 那我們今天就做這樣的一個 文字文會審議就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麼不指令古蹟 不登入歷史建築確定 那麼剪圖列管也確定 好不好 這還是把它做一個會議記錄 要做這樣的一個A案的建議 那這樣的話 當事人這個A案的這個方案要留存 要記錄裡面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這樣確定 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還有林思東英 謝謝 主席各位 在一點小小的時間 因為是圖畫狀況 那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兩個禮拜前 文字法正式的這個通過 那當然總統命還沒有正式的公告 那最近這個就很多緊急的狀況會出現 那我們目前就是這兩天的一個新的狀況 那是不是可以就教委委員 大概跟大家分享 我們到底說在這段期間裡頭 面對類似的狀況 是不是有一個一般性的處理人質 那我因為事情很突然 所以我們請我們那個專委來報告一下 那這個是他們才提到 就是台大醫院的幾個這附近 那當然台大醫院的住建祖師古蹟 是確定沒有問題 那當時蠻奇特的就是說 他登記的這個地址 就放在仁愛路的新館 那坦白講那個部分 反而不會具備這個文字的身分 那也因 可是如果我們依照新的這個法規 待會兒那個張專會更多的報告 就等於說 我們如果遇到這個緊急的狀況 是不是要先進行這個停工來保護 之後確認他的文字身分再來處理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就教於各位 那也可以讓大家看到他本來的現況 包括裡面的這個設備 他都都在 那現在我們的主力在現場 因為太多人在舉報 那所以拜託張專是不是很快讓大家了解 因為他本身是古蹟群裡面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新的法規他是不能動的 但是他們現在都變成說有在搶 那今天你要討論嗎 就要讓委員瞭解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跟委員做個概略的說明 好 那左邊螢幕先往下走 那這個是台大醫院的一個建築群 那他是他這個現況的狀況在內部的部分 那請委員參考一下 那再往下 有一張圖 對有一張是整個整個例行圖的部分 再往下吧 有沒有 好 那現在再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好 那這個部分 那這是他的這個台大醫院的這個 醫學院的那個建築群 有身分文字這個試定古蹟的範圍是在這一塊 那這個北側是之前是沒有列側也沒有範圍 但這個整個建築群其實已經超過50年以上 那他的現況的立面在現場外觀是這樣 內部也包含一些積聚在內部 那前陣子在 右邊的公圍稍微往下一點好 那當然這部分我們在 他這個建築物在進行要 可能要進做那個改建的一個醫學大樓 那他們這個部分之前有已經來申請說 這一個斷地然後這個土地 因為他之前是沒有建築身分 那就已經建管處已經核發 他拆除執照了 那現在要進行像剛剛稍往上一點 他們已經在要準備開工要進行拆除 那因為這個部分新的文字法其實在 現在總統令還沒有公告 那其實還沒有進行執行 但是第15條部分是有談到說 公有建築跟附屬設施群 如果是超過50年以上的部分 或公有土地上所定住的建築物 那或者建築群 然後也是超過50年以上 所有機關在處分前 應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的價值的一個評估 那還有以及20條這部分 如果是涉及到緊急的狀況 可能會這個東西可以訊行的 進行這個相關文資鑑定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部分當然新法還沒公告啦 那其實今天會議提出來是 這樣子已經有文史團體在透過一些臉書 或者一些管道已經提出陳情說 這個拆除在即 那希望說我們在文資跟文資委員 甚至如果能夠剛好在大會的時候 剛好在大會跟大會報告說 這個後續這個新法已經將公告在即 那這個因應的做法跟體制委員做個討論 以上簡略說明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我們到5月底是台北市內 就有400處是按照舊法具備文資身分 那造冊以及列冊 包括像剛才那個部分也是將近2000 那所以我們現在面臨這個很尷尬的狀況 那就擔心說類似的狀況會不斷的發生 因為光是這10天就蠻多地方 只是這個是非常明顯 就是它本身就是所謂的國際距離的部分 就叫於這個委員 是不是有一個同意的處理委員者 讓我們 那我本身是在8月5號 會特別跟那個政立軍政部長 會針對很多 包括文資法新法造成的一些衝擊 會做討論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特別 就說我們針對這個新法 還沒有正式這個提供可公佈之前 我們先理一些因應的 就像那個副主要你剛剛提到的 後續的處理的原則 如果必要的話,我們盡快再加開會議跟委員來報告 我想這樣的話,今天難怪可能也逃不出於你的所謂難難 我們自己內部駐班機關先做一個營運的訪難廢測的措施 需要的話,我們盡快召開會議 想問一下老師的部分 是不是像這個東西,在新法還沒有公告以前 舊法應該還適用,是不是要用暫定無記的辦法 可以 新法還沒公告之前,主管機關有權警示 你要把這個東西要壓在委員身上,這個沒道理 但是就是後續你有什麼積極的 但是舊法還沒規範,新法還沒下來 你有什麼積極的配合措施,我就可以提醒委員會 OK,好,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我們可以下次看看,需要的話 我們就盡快請委員來幫忙 盡快召開會議員會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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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